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台湾立法院否决了行政院提出的复议案 总统赖清德正审慎考虑是否提请示线 接下来中国北部的高温和干旱 让农民们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特别是河北 和山东地区的农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最后英格兰队在即将到来的2024欧周围中 面临三大困境 球队需要在左后位位置 中场和后防线的压迫能力上做出改进 同时还要帮助球员应对来自前球员和媒体的巨大压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友报道了中国股市的最新动荡 尽管习近平下令就是 但A股三大指数仍集体低开 互指跌破3000点关口 分析指出尽管习家军使出浑身泄数 包括限制做空和国家队就是等政策 但A股最高涨到3170点后又跌破3000点 市场缺乏增量资金 成交额暴跌 外资连续8个交易日抛售A股 全球最大避险基金桥水联合也大幅削减中国股票持有量 经济复苏不平衡 地方政府债务膨胀和房地产泡沫破裂 导致国内外投资者信心不足 股市一路下跌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了 淡水河口快艇事件敲响的警钟 指出水面舰船的侦查之后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如果中共使用特种作战的小型潜艇抵达台湾重要的军港 不仅可能对中华民国总统府进行攻击 甚至对关渡指挥部的指挥中心和左营军港的军舰造成破坏 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强调台湾需加强防御和侦查 以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 中国研究院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三则重要新闻 首先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达38%的关税 这一举措引发了中欧贸易的高度紧张 这是欧盟十多年内对中国发起的最具影响力的贸易案件之一 目的是应对中国电动车产业的不公平补贴 其次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如何让俄罗斯赔偿这些损失成为国际正义的一大挑战 乌克兰目前依赖国际援助来维持经济 长期重建费用高达4860亿美元 而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可能成为赔偿的来源 最后 摄影师Alina Graham的背道春天系列作品 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认可 该系列通过对比战争破坏与自然重生 展现了人类在困境中的坚韧与希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电视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天的新闻精彩分成 我们首先来看德国副总理哈贝克的访华行程 哈贝克在北京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访问 虽然他希望能找到欧中贸易争端的解决方案 但他明确表示 在访华期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并强调欧盟需要更新对华策略 中方则指责欧方不断升级贸易摩擦 可能引发贸易战 责任完全在于欧方 接下来 我们转向俄罗斯与美国的对话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方愿意与美国进行全面对话 但必须包括美国在乌克兰冲突中的角色 白宫则回应表示 愿意在不涉及乌克兰冲突的情况下 讨论和风险及军控问题 但因美国支持乌克兰而方位接受这一题 最后 我们来看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合作 中国外长王毅与尼日利亚外长图加尔 在北京举行了会谈 讨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相关项目 王毅表示 这些项目将助力尼日利亚的经济社会发展 并强调中方愿意为 萨赫勒地区的和平安全提供支持 尼方也希望与中方深化战略沟通 加强高层交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新闻01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中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三条重要新闻 首先台湾立法院否决了行政院提出的复议案 总统赖清德正审慎考虑是否提请示线 而民进党政府已经表态将采取示线行动 对抗在野党 投票过程激烈 朝野双方各自量票 结果以62票比51票否决复议案 场外支持者也各自表达立场 但未发生冲突 接下来 中国大陆发布了惩治台独分子的司法新规 最高可判处死刑 并且可以缺席审判 这项新规被认为是对台湾总统赖清德的警告 但也可能引发台湾社会的寒蝉效应与不满 最后 我们关注广东省平远县的严重暴雨灾情 截至目前已造成38人死亡 两人失联 5.5万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58.5亿元人民币 暴雨引发的山崩 洪水和土石流 让当地居民面临巨大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体育网友节目 今天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新闻 首先 我们关注到乌克兰 在欧洲足球锦标赛中的精彩表现 在首轮0比3惨败罗马尼亚后 乌克兰在对阵斯洛伐克的比赛中 展现了顽强的斗志 最终以2比1逆转对手 保住了出现希望 沙帕伦科在下半场 贡献一射一船 成为球队获胜的关键人物 斯洛伐克虽在首轮暴冷战胜比利时 但本场比赛未能延续好运 只能在末轮对阵罗马尼亚时避免再度落败 乌克兰则将在末轮硬碰比利时 期待继续保持出色状态 葡萄牙与土耳其的欧锦赛对决也备受瞩目 葡萄牙在首轮比赛中虽然取胜 但进攻效率不高 面对攻击力强劲的土耳其 他们需要拿出更令人信服的表现 土耳其在首轮3比1战胜格鲁吉亚 展现出强大的进攻火力 葡萄牙若要提前锁定出现席位 必须提高进攻效率 抓住每一个得分机会 而在中直联赛中 中信兄弟迎来了好消息 陈子豪连续三场比赛开轰 帮助球队本季首度夺下三连胜 兄弟在面对魏拳龙的比赛中 依靠陈子豪的超前安打和三分炮 最终以11比4大胜对手 总教练平野会议表示 球队气氛一直很好 打者们的状态也在逐渐回升 欧洲国家背地组的比赛中 荷兰与法国战成零比零平局 上仗撞伤鼻鼓的 法国队长麦巴比 坐在后背席 没有上阵 法国有多次埋门机会 但未能把握 荷兰的沙威施蒙斯下半场 曾经把皮球送入网 但被判入球无效 这名21岁中场球员远射破网 但球证认为 处于越位位置的邓费斯 妨碍了法国门将 同组的奥地利 以3比1击败波兰 波兰主力射手 利云杜夫斯基下半场 后背上阵 荷兰与法国赛后 都是一胜一合格基4分 奥地利有3分 波兰两战皆北 成为决赛 周第一支出局的球队 在一组的比赛中 乌克兰2比1反胜斯洛伐克 乌克兰先落后 换边后 凭沙博兰高和叶灵卓建功 反败为胜 两队经过两轮比赛后 同样累计3分 《星岛日报》的专栏作家 郭加诺在文章中 分析了欧洲国家杯 第一轮赛事的表现 他指出24支球队 在首轮比赛中 展现了不同的状态 有的制造惊喜 有的令人失望 郭加诺认为 主办国德国 已无比一击败苏格兰 展现了 他们在主场优势下 对入球的渴望 德国拥有穆斯亚拿 和缺奥斯等 具实力的攻击线 每次触球都能创造威胁 除此之外 还有夏威斯和根杜检 后上射门 郭加诺相信 德国决队是四强 或决赛之选 然而 他更看好法国 认为法国的进攻速率 无人能及 尽管首场比赛 仅靠对方乌龙球取胜 且前锋麦巴比鼻鼓骨折受伤 但法国的功力不会削弱 相反 郭加诺认为 乌克兰和塞尔维亚 是最令人失望的球队 乌克兰在首场比赛中 表现如同隐形 未能展现出预期的攻击力 而塞尔维亚的 两位前锋各自为正 进攻欠缺效率 也未能踢出史度高域要求的小组 渗入踢法 东方日报报道 以色列一间天然气开采公司 去年在地中海海域进行 海底钻探室 意外发现了一艘 距今3300年的木制沉船 以色列古物管理局IA公布 这艘青铜时代晚期的沉船 是已知最古老的 远离陆地航行船只之一 显示古代水手 在看不到陆地情况下 航行的先进技能 这艘船长达12至14米 沉没在1.8公里深的海底 可能因暴风雨或海盗袭击而沉没 船周围散布着数百个瓶子 经鉴定 推测它们用作承载食用油 酒或水果可能属于当时 聚居东地中海地区的迦南人 研究人员认为 古代水手通过观察太阳和星星的位置 来寻找方向 这一发现进一步揭示了 古代航海技术的高潮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任何误判 或鲁莽行动 可能引发灾难性的战争 并敦促双方立即减缓紧张局势 最近几周 以色列北部边境的战争威胁加剧 双方在联合国监控的蓝线之间 发生了更多交火 古特雷斯强调 进一步升级只会带来更多痛苦和破坏 并给该地区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自去年十月哈马斯越过以色列境内 发动恐怖袭击以来 以色列和真主党一直在相互袭击 美国官员也在努力 通过外交手段阻止局势升级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与以色列官员会晤 讨论加沙停火和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 真主党领导人哈桑 纳斯鲁拉警告说 如果爆发战争 以色列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格鲁吉亚政府上个月授予一家中国 新加坡财团在黑海沿岸开发深海巨型港口的合同 但批评人士担心 这将使格鲁吉亚的经济和民主面临风险 阿纳克利亚将成为一个深海巨型港口 由中国公司建造和运营 批评者认为 格鲁吉亚政府可能在失去西方投资后 转而依赖俄罗斯和中国的资金 这可能导致债务陷阱 前格鲁吉亚国防部长蒂娜婷·西达设立表示 格鲁吉亚政府没有资金履行其在项目中的义务 可能会借钱来完成项目 这些钱很可能来自中国 格鲁吉亚与中国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但中国对格鲁吉亚的直接投资相对较小 批评者敦促谨慎形势 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通过投资获得政治影响力 格鲁吉亚政府否认试图背离西方 称中国的投资将确保项目在最高层面上得到实施 今日华尔街报道指出 中国的税务机构最近否认了正在进行全国性调查的传闻 但多家上市公司被要求支付上世纪90年代的欠税 引发了巨大关注 这场争议凸显了地方政府债务困境和企业信心不足的问题 专家指出 面对经济和就业压力 中国应优先考虑企业的生存 而不是仅仅追求税收 尽管税务机构表示这些是例行的合法审查 但许多企业担心这些欠税要求会影响他们的盈利能力 地方政府需要找到新的收入来源 否则将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 明镜 报道中 任舒立表示 每当他撰写略带批评美国经济或展示中国正面事物的文章时 总会收到指责他是共产党间谍的电子邮件 这种尖酸刻薄的评论在他于1990年代和2000年代住在美国时根本不存在 他指出 一些中国公司为了逃避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试图淡化与中国的联系 甚至转移总部的荒谬行为 相信这样的公司试图将自己描绘成美国公司 其实是犯了一个大错 这些公司不应该掩盖自己中国背景 而是应该庆祝并利用其在中国的强大供应链和市场优势 身为中国人并不是耻辱 反而可以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和竞争优势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